東京電力公司的核能發電廠在福島 它造成了美軍70人罹患癌症 造成了福島附近受到放射線的污染 而我們台灣有沒有放射線污染事件呢 有 在哪裡 清華大學 清大裡面有一棟建築物 其實已經有遭受輻射線污染 而這件污染事件究竟是怎麼樣發生的呢 本來它以前的名字叫 輻射生物館 本來不叫生物科技館 叫輻射生物館 那到底又跟輻射有什麼關係 好 這個故事長了 要講到1970年的夏天 有一位姓劉的醫生 你知道他從哪裡嗎 他從新北市 衝衝藍一部計程車 帶著一個熱水瓶 咚咚咚咚 跑到 直接包計程車 殺到新竹的清華大學 直接到合工系 等一下 你說他從新北市 從台北縣 台北縣 台北縣坐著計程車 跑到新竹 跑到新竹 跑到清大 帶個熱水瓶 對 帶一個熱水瓶 帶一個熱水瓶 去上課 去上課 對不對 第一道合工系說 教授們趕快救命啊 這個熱水瓶裡面 有什麼 有 有 你們拿去看了就知道了 結果你知道嗎 合工系的教授不接還好一接 完蛋了 怎麼說 裡面是射137 什麼叫射137 等一下 射137 高放射線的這個元素 沒錯 為什麼會在熱水瓶裡面 為什麼會在熱水瓶 這有趣了對不對 我先跟各位講 什麼叫射137 就是在車諾比的核事故之中 會發現這樣的東西 我跟你講 那是核子試驗跟核彈爆炸 還有核反應堆裡面 才會有這樣的東西 連福島核災都撤出射137 你就曉得 台灣有這麼毒的東西 有這麼恐怖的放射線物質 你知道這個射137的射水瓶一打開 完蛋了 整個核工系全部污染 全面污染 那些教授沒有在防備測試之下 沒有在這種防備測試之下 連人都被污染 直接就把它打開了 馬上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只有一條路 全部打 把這個 我跟你講 輻射生物館的牆壁 地板 樓板 全部打掉 教授的衣服 鞋子全部丟掉 丟到哪裡 用34個 每一個 都是80加輪的大桶 80加輪很大欸 34個這麼大的桶子 統統把這些東西丟進去 封起來 封起來照理講你要運走對不對 那這樣應該沒事了吧 不行 不行 運出去會出事 美國會知道 結果放到哪裡 放到他們旁邊一個 社會人文科學研究館的 旁邊一條桿溝裡面 就 就心裡就埋起來了你知道嗎 你說埋到地底下去 這樣聽得很恐怖對不對 桿溝不是地底 水溝 水溝 大水溝 埋起來 然後我跟你講 埋起來 但是你不是 佔用了整個溝你知道嗎 就到197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更恐怖的來了 現在要蓋一個 輻射科技館的時候 他我跟你講 他要蓋這個館的時候 混凝土 這要在哪裡調 工人說 這個溝不錯 這溝還滿寬的 你知道旁邊埋了這些輻射物 他們不知道 他們就在這個空的溝裡面 就開始調混凝土 你知道 蓋好了之後 我跟你講 突然校方發現 哇 你們在這個旁邊蓋 然後趕快測 一測 完蛋 不行 蓋好的部分 再打掉 等一下 你的意思說 我在旁邊混水泥 但是因為旁邊有 高放射線物質 結果高放射線物質 出來的這些放射線 污染了這些水泥 所以變成蓋好的建築物 也有放射線物質了嗎 還不只污染水泥 因為污染的樹 草皮 都被污染 後來你知道 到了1985年的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 還不斷的有輻射值 他們還一直在測 還是有 但是我跟你講 坦白講好了 自己騙自己 到了1985年 要重新蓋生物科技管 也就是說 那個污染水事件發生之後 他們重新打掉 再蓋的時候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 已經到了多少 你知道 已經到了2200桶了 我剛不是跟你講說 80個大桶嗎 已經裝到2200桶了 裝了這麼多 終於運出去了 現在在哪裡 你知道嗎 現在在龍潭的原能會儲存著 儲存在龍潭的原能會 那清大就沒事了嗎 你以為這樣就沒事了嗎 我告訴你 清大聲明說 我們真的已經把輻射物 全部都從校園裡清空了 清大有澄清 可是立委田丘錦 今年2月跟另外一位立委 正立軍到學校裡面去撤 發現還是超標 我跟你講還是超標 你知道 結果 清大說 我們真的是 我們真的是已經都清空了 就他們說超標 我跟你講 你知道嗎 去年 他們中秋節還在這個草坪上烤肉 也就是掩埋那個草坪上烤肉 你意思說那個地方 就是被污染的地方 對 多少同學坐在那上面 好 我現在來告訴你好了 1988年的時候 就是距離現在20年 新新聞就有一篇報導 1971年 清大數學系同學會的時候 有大家建議 為什麼大家不去做健康檢查 結果很多同學去檢查 清大數學系的同學 去檢查 檢查出來了你知道嗎 雖然你沒有白血病 但是絕大部分檢查人 都得到了染色體 染色體什麼 大家想 染色體到底會有什麼 染色體雙中結 立剛你聽不懂了吧 聽不懂 染色體雙中結是什麼意思 好 我告訴你 也就是病變的一種 為什麼 你意思說他的染色體 開始有病變了 對 因為染色體雙中結 只會在廣島長崎原爆 以及車諾比核子事故裡面 的人的身上發現 等一下 那這豈不是就是輻射污染 才會造成這樣的狀況嗎 你這樣懂了吧 這個案子直到目前為止 原能會跟青大都沒有說法 這件事情成為懸案 目前 青大放射線的物質 仍然在那片草皮 還是放射線是屬於一個超標的狀況 還有呢 生物科技館裡面呢 仍然有一個區塊是被黃線圍著 上面有一個輻射的標記 就是告訴你說 在那裡面呢 輻射值可是一個超過過量的狀況 可是呢 在昨天的時候呢 我們新聞龍捲風有針對二次大戰的一些真相 來做解密 解了三個密 但今天呢 我們又要再來做解密了 你還記得看了珍珠港那部電影裡面 後來美國不是派了轟炸機去轟炸東京嗎 真正突破東京防空的第一批的轟炸機 真的是美國的嗎 結果不是喔 是中華民國空軍的兩架轟炸機 突破了日本的防空線 進到了日本東京上空 社長 我們知道日本長久以來一直有一個 很自豪的神話 他們講說我日本的領空 沒有人可以侵犯 除非我答應你 任何一個敵對國的飛機到我領空來 活著進來一定是掉在我日本海 對 出不去了 那這個神話我們看歷史不可能 那其實不管是珍珠港這次的風炸 或者說那個珍珠港航空母艦起飛的 這次報復性的風炸 或者說是那個李梅火攻這次的風炸 東京大風炸這次 其實他們都受到一個事件的鼓舞 真相是這個事件也是由中國人創下的 等一下 中國人創下的 對 中國當時 我們知道 我們也很難想像 中國的風炸機怎麼可能 到日本本土去丟炸彈 對啊 不可能吧 你要防空網 要突破防空網 還有他們的戰鬥機的燃結 還有躲過他們的臨時戰機 不可能 美國都不敢 而且我們當時在蔣介石做到 而且做到的是在提前很多年 我們知道東京大風炸是1945嘛 1945的三月 他其實在1938 中國當時就有兩架風炸機 飛到日本影空去投了炸彈 我講一個故事 1938的5月20號 日本長崎市的一些壽司店 有一個壽司店老闆 早上醒來的時候 一開店一看 地上滿是這樣的傳單 這個傳單當時是用日文寫的 意思是什麼呢 說你的國家侵略中國 罪孽深重 如果說你們再不改 不還行改變的話 那我們現在丟下的百萬份傳單 以後就會變成千萬噸的炸彈 你們要好好仔細思考 結果真的後面東京大風炸 就是千萬噸炸彈下來了 對 那這個當時為什麼會有 這樣的一個傳單 日本當時接到這個傳單的時候 馬上大縮手 他以為是毀碟到處去丟的 不是毀碟 就是中國派間諜 或者其他國家派間諜去丟的 在清晨天亮之時 在那邊丟傳單 他沒有想到是中國轟炸機 凌空丟下來了 等一下你說是空頭的 對 這種B10當時最早期 是有60架 但是二戰開始一直被炸 炸到後來只剩下兩架 只剩兩架 人飛到日本本土的 大概也是這種飛機 這種飛機你還勉強過道而已 那後來他們就找說 有飛機那要有人 有人後來就找了誰 找當時那個轟炸大隊 那個大隊長 他自動跟蔣介石 請願說我來執行這個任務 這個就是後來最有名的 第一個全世界第一個飛臨日本領空的 一個中國人 叫徐煥森少校 徐煥森這個是他任務成功回來 又在機場降落的一個音質 當時他跟蔣介石說 我可以做到這件事 另外跟一個誰呢 一個叫童彥博 這個童彥博是在 他們組了兩架飛機 飛了兩架飛機 第二個這個 他們回回來是 孔祥西 何韻清都在現場迎接 他們執行這個任務的時候 他們跟蔣介石說 我們可以在浙江 打造那個奇州機場 打造一個跑道 一個廠的跑道 那這個跑道距離日本比較近 但當時距離日本也 最近要960公里 他說還不夠 要把飛機改裝 後來把飛機那個油箱 放大改裝 變成他的航程可以更長 飛行距離可以更遠 對 那當時本來說 研究說是不是要帶炸彈 但後來裡面 軍事專家研究說 帶炸彈沒有用 你兩架飛機 炸彈投彈量有限 造成傷害有限 不如帶100萬運船單 所以當時在5月19號 晚上11點48分 這個習慣生就架離 架這個B-10風炸機 開始沿海邊 剛開始貼海邊飛行 因為出去有 桌山傾島日軍防線 避過桌山傾島這邊 日軍完全沒有察覺 一直到快日本長期 九州本土那邊才升高 升高到將近7000公尺 日本也不知道 到長期開始丟炸彈 兩個多小時以後 開始到日本影控 丟這個所謂船單炸彈 丟完以後再轉到湖岡 繼續丟 丟了將近100多萬份的船單 就剛才給各位看了 100多萬 當時日本毫無知己 在長期丟日本 長期根本不曉得 完全沒有知己 也沒有飛機攔截 也沒有探照燈 等於飛機飛進去 如入無人之境 後來一直照湖岡 湖岡當時也是不曉得 他會飛到湖岡 但是當長期丟下船單 有人撿到船單以後 日本開始就燈火管事 前日本都整個企業一片 開始探照燈 探照燈完天空照 這中國第一次完成 這樣的一個封炸機 飛零日本領空的一個任務 而且他打破日本領空 不可侵犯的一個神話 日本的神風特工隊 做自殺式的攻擊 可是大家注意喔 神風特工隊的基地在哪呢 在台灣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